妈 别生气了 你先喝点水 天天 你先到屋里去玩会儿 爸爸跟姥姥说点事 快去 乖乖去吧 把姥姥的包拿进去 妈 您这怎么了生这么大气 姥姥 我跟晓雪我们就是假离婚 这不是之前都跟您说过了的吗 这倒为什么不同意吧 除了担心我们 不会是因为我出差的事吧 那一天 我跟婷婷在宾馆里看到的 那个人真的是你 是 是 怎么回事 是这样吗 那天呢 我本来真的是要出差的 可是去的路上呢 我们才得到消息 对方的老板去了上海 临时有变 所以我们就到酒店去跟她 开那个电话会议 那个女的呢 那个女的 她就是他们公司在这边负责人 他们 他们公司在在那个酒店包了一个房间 作为他们在这边的联络处 妈 我们可真的是单纯的工作关系 回来为什么不说 妈 小雪的脾气你不比我清楚 她太敏感了 性子有奇 万一我要跟她说了我去出差没去成 那她还不知道怎么想 再说我跟一个女的去了酒店 那她又知道了更是不依不饶 如果真那样的话 我就是有一百张嘴 我也说不清楚啊 光明啊 我不愿意听到家里边 有什么烂七八糟的事情 小雪脾气畅 强势 我知道 这些年让你在家里受尽的委屈 我也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她心里是爱你的 再说 你们两个有个定理 我知道妈 你放心吧 我不会出任何问题 你在家还坐得住呀 你怎么不去找我呢 那时候做好妈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那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我打了呀 你关机了 我后来开机了 我长得这么大 我妈还从来没打过我 妈不是也替你着急吗 你别往心里去 你别往心里去 反正什么都爱你的主意办完了 我告诉你 你可不能骗我 我骗你什么呀 本身你嫁给我这样一个从乡下来的人 就是上当了 你现在人都嫁给我了 还有什么能上当的 反正你不能骗我 好了好了 放心 我又来alon 不会骗你的 香港人 那你疯了 你疯了 你疯了